5G产业已是全球发展趋势 各国积极发展技术 抢攻全球大饼 哪个国家发展最好最吃香呢 大家好 现在台湾股市的主流 其实大家看起来混沌不明 可是重点来了 这个股票还是会慢慢的 把资金放到未来的主流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苹概股它在起涨之前 也就是在iPhoneX iPhoneX的发布之前 你会发现早在一年前 甚至在半年前的时候 苹概股慢慢的发动 一下子红海 一下子大力光 一下子可乘 慢慢的这些股票 很大部位的资金 它会进驻到无声无息的 可是终究大涨了一两倍 两三倍 而高点在什么时候 高点就在瓶盖公布的时候 也就是iPhoneX发表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10月 10月的前后 大概就是瓶盖股的高点 所以说外资的布局 它就是很从容的 去布与党未来一定会成长的主流产业 而这样的主流产业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发表 什么时候会公布 相反现在能够看到一个未来的产业 而且一定会做的 一定要做的 现在没有未来有 而且以后会更好的 就是5G 所以说5G你可以看到 5G在明年 也就是2018年的年终 全球 它会统一发布规格 也就是不会再让个别的规格来做一个竞逐 不需要浪费资源 完整的让全球统一规格 而明年年终要发布了 我请问你 5G涨过了吗 5G你有吗 如果这两样都是答案否定的 相对的 你现在是不是敢把目光 把资金放到未来 一定会成长 一定会大成长 一定会做到的5G 明年年终 现在还有半年 所以说这半年时间 你要去布局 哪一个市场的5G 能够率先这样的市场 好好的布建 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 而这样的市场 他们的网络 甚至是网络金融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不管是电商阿里巴巴 不管是游戏腾讯 甚至整个金融的网络 规格 现在中国都统一了 那你想想看 中国对网络 如此的深耕 相对的 未来要布建5G的话 中国一定会第一 而且是官方说到做到 绝对不会延迟 就像他们盖高速公路 盖铁路一样 一盖就是几百万公里 一盖就是几十条 一样的道理 5G很花钱 周董知道 5G效益或许不高 初级啦 周董也知道 可是重点 5G的速度比4G多十倍 下载一个4K的影片 只要一秒钟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商机一定会来 那一定会在中国 那中国一定会第一名 那我请问你 那能够跟中国 能够紧密结合的 而且值优的 这样的股票到底在哪里 现在是不是开始加温了 现在是不是开始发动了 现在是不是开始要像过去一样 明明知道凭盖股要发表了 会涨了大半年 一年之前就要布局 答案在哪里 答案在周董的light里面 所以说买股票要早知道 稳稳的早知道 就要找周董 因为我们告诉你的 是一个产业趋势 一个未来能够实现的趋势 而这样的趋势 能够带给我们稳健的资金成长 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这样 不需要追高杀低的 我们只要看准一个产业 然后呢 找这个产业的最佳龙头 最佳链 这样就足够了 好 下次见 最近的台股呢 真的是很皮 尤其是呢 你可以看到 今天2月18号呢 在上周美股持续创高情况之下 又开高又拉回 所以说呢 美股跟台股脱钩 已经一段时间了 那为什么会如此 当然很简单嘛 12月外资做空啊 12月外资在台子期呢 摩台期全部大做空头 所以说呢 一样的道理 当它大做空头的时候 必须做到结算 好险 结算呢 再过三天就到了 月底也快到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指数放一边 个股摆中间 因为答案很简单 当指数还在困难的时候 股票已经大涨50%了 在哪里 在周董的Light里面 所以说圆月行情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一个5G的新概念 5G股明年发动 锁定周董的Light 谢谢